明天出版的《辽宁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优化营商环境营造良好生态 议论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四四全会精神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辽宁全面振兴 需要狠抓发展生态建设 发展生态既包括政治生态这个根本 也包括自然生态创新生态和社会生态 只有从多维度着手下足功夫涵养发展生态 才能让辽宁越来越生机盎然 视线特别策划 践行阴阴嘱托 破坏振兴图景 今天就来关注这一话题 先把时间交给管旭 好的 辽宁全面振兴的工作千头万续 归根到底围绕着生态两个字 其中政治生态是根本 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生态做保障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一定首先要提升法治意识 企业要守法 按照法治的规则办事 然后我想提升政治生态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就是一定要提升办事效率 压缩办事的时间 降低企业运行的这种体制和机制性的成本 提升我们辽宁经济和辽宁企业 在整个全国乃至于世界的这种竞争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